我是高雄市醫師公會護理師長 賴宗鴻 我是比較站在經濟的層面來談這件事 最重要的尤其是我要講的是觀光醫療 所謂的觀光醫療就是沒有兩條財 就是要賺觀光財跟醫美跟健康財 所謂的健康財就是病人的微整型 並不是整個很重病的 包括我們的健檢 只要當我們外國人 外來客從高雄進出 只要一進來 我們隔天就安排 不管是去做微整型 或者是到醫院做健檢 兩三天以後 你還是留在高雄 可以在我們高雄附近觀光消費 帶動我們一方面 帶動我們觀光的產業 等你要離開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健檢資料都出來 你微整型的這個病人 你也可以要離開我們高雄之前 再回到你的診所醫院 再做一次的護檢 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問題 你帶著你的健檢報告 你帶著你的微整型的 這很漂亮的 不管是在哪一個部位 回到你原來的居住的地方 等於是說 整個是在 促進我們高雄的經濟產業 所以說 我想我們此次長 他的idea 最重要的 也是在促進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我想這個 光光的 這種 這種 健康的檢查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簡單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